好,今天又要來講故事了 今天又要來講什麼故事呢? 今天又要來講一個 講一個已經百年的老黨 死愛抱著他們的狗媽 然後在那邊靠北靠不靠餐的故事 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來看一下 來喔,這昨天的新聞,今天14號 好,這昨天的新聞 孫中山恐從歷史課本徹底消失 我他媽我就先講 你三英亞老吉巴的孫中山 還有這麼重要嗎? 你們一天到晚就是在那邊 死抱著那些那個什麼已經過時 已經徹底根本就過時 現在的也不關心的那些 那些已經過時 然後變成化石的東西 還在那邊死抱著不放 這不就你們國民匪黨最愛搞的風格嗎? 我們來看一下喔 又來講什麼啊? 這什麼什麼三小那個什麼挖格地史系的教授啊? 那邊說什麼 現在的那種新版108年的課竿 都沒有在那個尊稱說孫中山是國父啦 甚至直接讲说就是孙中山 这样子对孙中山不敬 三鸣老鸡掰 干鸣老鸡掰 孙中山他到底三角的路 他到底讲真的 今天我们现在来讲真的 台湾就是台湾我们 台湾就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了 那个国父 三小国父哪有什么三小国父 我们台湾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你们国民北党就从阿栋那边逃过来 然后孙中山他了不起 到底来台湾几次也不知道 实际上到底来谈几次跟米洛也不知道 然后跟我们说真的 跟我们台湾实在是八班子打不找的人 你莫名其妙就说什么 尊称他是国父 对他要尊敬 然后说什么 那个 还说什么 我们在以前还要在那边写孙中山 国父孙中山的时候 然后中间还要扣一格 他骂就八股 这么那个实在自制化 变成化石的东西 然后到现在都已经2021年的 还要再叫我们继续尊敬 再叫我们继续尊敬 再叫我们继续尊敬 用这一套吃这一套 但国民鬼党有完没完 这真的像我刚才开头讲的 一天到你就是死喜欢死这样抱着那种 已经变成咸拷贝奔 已经变成那种他妈的老吉掰的那种化石的东西 然后死抱着不放 然后来跟我们年轻人讲说 哦那个你们年轻人不可以这样 那个我们这个什么孙中山他好伟大哦 那个什么他以前创立的中华民国 然后所以他国务 你关我屁事啊 我今天直接讲一句明白话 不要老爱拿这种那个党国 党国不分好小的思维来对我们年轻人做情绪都说 今天活到二一年了 这一些东西对我们年轻人来说 我们根本就不care 根本就不关心 你在那边那个老一直在那边什么孙中山怎么样 以前博物怎么样 你们怎么不去跟阿公讲 然后怎么都喜欢来跟我们年轻人讲 连我们就觉得说那个就是不重要就是不重要 啊我在讲真的啊 孙中山今天说我不知道孙中山先生好 我不知道孙中山这个这个屁 这个屁人物到底是谁好 我跟你讲我也不会死掉 我今天也不察知不知道说孙中山这个人 我不知道我照样还是可以在这世界上活好好的 那是狗屁历史 狗屁垃圾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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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直接就不要了嘛 你国民兵那么爱你们就自己去爱自己去抱啊自己去练啊 那还给我们独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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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武昌起义啊 什么那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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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哥那些东西什么 那个多重要到底有多重要什么辛亥革命什么 我跟你讲的现在2021年的 那个已经几千万年前的事情了 对我来说已经是几千万年前的事情了 我他妈我现在都37岁了 好啦 你们老一辈爱算三小七岁说什么38 我都已经活到这个年纪 我都活到这个年纪 我都觉得说 那种东西对我来说根本有够遥远 根本就根本实在是离得太远了 我根本就不想也没兴趣也不想 完全都一点都不想去接触碰触 就像我们讲的三步 不谈判不妥协不接触 我是知道那孙中山先生干什么 然后莫名其妙 然后连这样子一个改 现在靠方改革说 孙中山就直接叫他孙中山 而不叫他国务 这样子你们国民非党也在那边干干叫 在那边干 哦什么都可以干 这样子就可以崩溃 你们到底是有多多疑心啊 好我们再来看哦 现在好说 那个武昌起义 改成武昌起誓啊 你看到我就觉得说 我讲真的啊 对我而言啊 我今天如果说我今天要活下去 我需要什么 我需要是说我有什么专业忌人 然后可以用这专业忌人出去外面工作 我才有才有钱吃饭 才有钱活下去 我管以前那到底是起义起事 还是什么挖河闹事 还是那个孙中山在搞什么小屁孩动作 这很重要吗 撒你娘老鸡歪 干你娘老鸡歪 你们那国民非党跟我讲啊 死爆的那狗骂 这根本到底我就讲真的 今天那个孙中山他到底 甚至他到底他的那个死人骨头 他的那个骨灰被埋在哪里 我都不知道 我管他以前发生什么事 这无聊透顶的东西呢 连这样子也在那边干干叫 然后接下来他讲什么 又这样想说什么 那个幽行说 以后孙中山这个 这三个字 会不会说从历史课本彻底的消失 消失就消失啊 消失又怎么样 消失很好啊 干脆就不要念历史嘛 我讲真的啦 今天你出去外面工作 不管什么市容工商 还是哪一个 哪一个那个职业 还是哪一个什么行业 你尊重这个社会最让人家 尊敬最让人家 那个觉得说社会地位高的医生啊 医生啊 律师啊 还是什么 什么去当公务人员 还是什么军警啊 需要去知道说什么孙中山以前怎么样吗 有需要吗 完全不需要啊 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我去知道干什么 我去知道到底要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 哈 国民民党党就是爱抱着这些东西 然后做情绪勒索 做在那边威胁 在那边恐吓 在那边说 你不知道齁 你就是不孝啦 你就是那个很可恶啦 不然这样好 我来来来来来来一段啊 来来来 要不要来这样子啊 你看那个 就是这样啊 譬如说这个齁 这上面这一块齁 就是那个什么 孙中山的那狗妈 这一块啊 看清楚这一块啊 就孙中山的狗妈 啊然后你们就很喜欢这样子 哦好像当那个扁死金牌一样 这样拿着哦 就在那里讲说 诶那个小朋友 各位那个小朋友 那个小屁孩哦 你们都有听清楚哦 你们哦 都要那个看清楚哦 啊这个哦 是那个显考孙中山国父哦 他的那个狗妈哦 你们不可以对他不敬哦 你对他们不敬 你们就是对我们国民飞党不敬哦 啊请问你们今天国民飞党 到底对他们做什么 没有 什么全部都是在扯后腿 今天你尊重说我们台湾是一个国家 我们必须要充实我们的国党 我们必须要充实我们国家的战力 必须要完备我们国家的那个整体的那种国力 结果没有你们全都在扯后腿 然后在那边洗脑人民 是你们才在洗脑人民 不是不是民进党在洗脑人民 是你们国民飞党 就是你们国民飞党 在那边给人家灌输那种错误的概念 子卫听到你在那边扯后腿 还在那边怪罪别人 然后子卫在那边 哦来小朋友 小朋友来 这个是国父 国父孙中山先生 我还要卷舌音 那配合你们 这那边什么北京腔 这那那个孙中山先生的那个卷舌音 然后又配合在那边还要唱 总化民国 总化民国 浅秋万世 就是我们还要乱变那个 到底在热血三小 然后到这个 每次就要抱着这个 哎不答应你我跟你讲哦 你们好 各位小朋友 我们这个好孙中山先生 共骂是一块廉死金牌 我们拿着这一块廉死金牌 就表示说 我们用这个伟大的孙中山先生的 国父的闲考共骂 我们随便要违背做来什么事情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我们今天抱着这一块孙中山先生 把你们那个中华民国的那个军购 然后要那个什么反萊豬 这样都可以 然后要重启和事 要把谈稿烂也可以 要做一大堆那个泄密 把那些 台湾的那种那个鸡蜜 泄漏给阿栋 把它卖给阿栋 把它卖给那个 枝那韭菜国的事情 都可以 你就是不可以 那个来 来那个说我坏话 因为我拿的就是这一块的那个 孙中山先生的那个 连死金牌 连死狗马 我就是拿这一块狗马 哦 有没有 哈 就是这样子啊 只会这样良好啊 有没有 有恶心欸 不是我在爱这样想 从以前到现在 你他妈 你们 除了只会做这种情绪刀索之外 还会做什么 然后我就讲真的 你们国民非党就老爱抱着那个 死枝那韭菜果的东西在那边 那跟着我们好小 啊 我们年轻的就是从小土生土长外 台湾的 我们对那边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们对那边有感觉的话 你们就滚嘛 你们就有种就滚啊 没有人叫你们留在这里啊 一天啊 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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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秋万世 直到永远 他妈 你唱这个谁有感觉啊 我现在 我七年级生 我都觉得说现在没有什么流行歌好听了 你们还在那边觉得说 哎呀 唱这个什么中华民国颂 然后在那边那个什么 什么啊 我现在要出征 啊 还是什么 那个什么鬼啊 彩虹岭 那都几千万年前的歌了 你拿出来唱这个给我们听 我们再听得下去吗 莫名其妙 整个莫名其妙到几点了 然后你说那种历史跟地理 老爱在那边那个什么啊 那个芝那韭菜国啊 他们那边的那个哪个朝代有怎么样 哪一个那个省份怎么样 那很重要那很重要吗 你这老爱在那边争执说 哦 那个他们芝那韭菜国的哪个什么 以前的哪一段历史什么 很多很很重要 然后哪个什么东西要背 然后哪一个他们修了什么铁道 哪一个省份产矿 哪一个省份产梅 那个很重要 那你们要重要你们就继续重要嘛 我们现在 现在都已经是5G开通的时间 现在5G开通像2021点3月 都已经3月中了 5G开通已经不知道多久了 5G开通我们现在要查什么资料 我们马上行动数据上网 手机一打开马上Google一查 马上要查什么资料马上就有 你们还在那边那个争执说 哦以前哦 那个你看哦 那个BB Call的连带多伟大多进步呢 然后那个哦 那个什么黑金刚的那个连带多好多怎么样 你看妈 我跟你讲 现在谁会有这种感觉 你们自己 你们自己哦 国民非党啊 一些国民非党那种那个豪门世家 谁我就不讲了 自己还不是一样用这些科技产品用爽爽的 然后还在那一天到连带过去的BB Call 连带过去黑金刚甚至连带过去的那种 那种转盘式的那种电话 你觉得现在谁会吃你这一套 现在年轻人每一个人手一期 我看有而不止哦 搞不好那个幼稚园甚至国小学生 就已经人手一期 然后甚至还有平板 随便就扎边 触控是荧幕扎边 滑扎边 扎边上网 谁在还在跟你扎边那个BB Call 还扎边跟你扎那黑金刚 然后今天又更好笑的是什么 来我们来看一下 来哦我们来看一下哦 竟然还有什么更搞笑的 哦 竟然饭不到哦 啊 嗯 嗯 这我天才的台中市长 发公文叫底下的那个局处叫底下单位说 要把新把武汉肺炎改成叫新冠肺炎 这个到底不就像说都明明这件事情就是没有那么重要 而且他就是叫做武汉肺炎 你们还在那边执着那种滴滴答答的小东西 就好像说以前那个BB Call 他要改成叫做抠肌 还是要改成叫做什么呼叫肌 还是要改成叫什么老母肌 那个有这么重要吗 然后我们国民飞党老是就喜欢在那边钻 还在那边说什么别人小鼻子小眼睛 谁拆小鼻子小眼睛 自己看到你们国民飞党做什么心境 什么事情都老爱在那边 那个以中芝那韭菜果为优先 老什么事情就觉得说芝那韭菜果很伟大 然后就在那边动不动就说 要那个维护芝那韭菜果尊严 不要让他们剥离心 所以说我们不要歧视 所以说不要叫武汉肺炎 要叫新冠肺炎 干你娘老鸡歪 这样有什么差别 不是就在那边一个东西 这样一直小东西 这样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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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怪 难怪国民飞党今天会落魄成这样子 难怪国民飞党今天会在那边 2020的时候会在那边一输再输一拜再拜 就是老在那边不进步 就是像个死肥仔死宅染一样 然后什么都没进步 就是在那边一点点小地方在那边钻 奇怪了我就讲一句 我就来讲一句最中肯的话 你看那你有看过说人家 你看人家美国 他们的那种高国中高中他们的有的那些那种空缆 里面有在那边那个钻那些一大堆 无聊又滴滴答答的小东西在那边一直钻啊 然后他们美国有在那边钻的那些 没有在那边钻那些 他们今天美国没有在那边钻那些滴滴答答的小东西 人家美国他们是11艘航空母舰在全世界啪啪照 而且还是核动力的 然后你们国民北上只会做什么 只会在那边丢株内障 然后只会在那边上些抗议也找不到人 然后只会在那边搞什么报复性罢免 这种那个批赛的意思 然后只会在那边唱什么我现在要出征 只会在那边唱彩虹你 只会在那边早已经连我听都没听过 就让什么过气的老义人来代言啊 然后只会在那边搞那些说 啊那个什么历史很重要 那地理很重要 就这样这样啊 又来又是这样 每一次都是这样 搬出那个公寞出来之后 然后就说什么 啊你们齁不尊敬这个公寞 就是不孝 你们不尊敬这个公寞 就是对我国民党不忠 你他妈你国民党算什么东西 不过就是一群外省猪 这是外省猪 外省猪 外省猪 外省的DMA组成的 然后就在那边自以为是 自台身价 每一个国民肥党都一样 就是在那边觉得说 哇我这个外省猪至高无上 我这个外省猪好至高无上 然后一天到 遇到事情就是龟说 就是怕 稍微吃那韭菜果 稍微什么均衍 稍微说 他们都在那边什么四色飞 但什么不买我们送你 就在那边疼得要死 说真的那些对我们来说又怎么样 然后就在怕就是你们而已 我们人民也没感觉 然后就在那边为言耸听 我们要顾食安 我们要为下一代健康早想睡 我们要反来猪 所以说芝那韭菜果进来的那些 那个非洲猪温的猪 你们就要吗 你他妈今天芝那韭菜果 他真的武力统一我们台湾 还有你们国民肥党 可以呆的余地吗 就是一天半整个全部气场就是在那边 像是一个永远都没有进步的小屁孩 就是永远那种死国中生 死国小学生的那种小屁孩心态 永远都没有进步 然后都没有看到外面的世界 就在那边乱呆 然后就在那边乱叫说什么 啊那个你们 那个不可以进步 你们进步 就是对我们不进就是那个 跟我就变成坏朋友 我就要跟你绝交 有没有就是这样子这么幼稚啊 我讲的没有错嘛 各位同学 你们就除了只会这样之外 还会做什么 在国卫上面所有什么事情 就为了反对而反对 你今天尊公说你什么 岛礁 岛礁 我关你什么礁 是草灰 那还是什么礁 那些什么 岛礁 那个说真的有很重要吗 你没有办这个工头 我根本还不知道有那种什么 岛礁不岛礁 而且今天 好啦 今天 何事 都已经那个停机那么久了 谁敢放心让他重新起药 有病是不是 哪里啊 好来我们来再来看 好来 那 記住手提供 你怎麼說要做音樂 對呀,還要用工匠我沒有講 還用工匠? 要怎麼uls? 我也沒太清楚 你對大家要做音樂不少 這時給你做工匠不敢用 也就是工匠不敢用 閃毛耍著 我們是在台北花的年紀錄金董贏 是啊,所以我們把那些金董票給你們去了 你怎麼說不定了啊? 你怎麼會亂啦 金董 實在必行 金董票 加導 招呼 用招呼 有沒有 剛才就已經很明顯的證據就擺在眼前 以前說公投跟大選要分開是你們國民非黨 現在要吵著要合在一起又是你們國民非黨 誰腦袋才有問題誰在才在跳針 莫名其妙整個邏輯錯亂 還以前在那邊罵說那個公投綁大選是錯的 然後現在又神經病的又開始在那邊說公投跟大選要分開 如極錯亂都是你們國民非黨 什麼話都是你們國民非黨在講 然後只會在那做這種如小小如蒼蒼 臭雞斑你娘臭雞斑的事情 臭! 誰吃你們這一套啊? 你們覺得是說你們過氣老人的東西你們喜歡愛用 你們自己老人就拿去用嗎? 關我們年輕人什麼事? 總有一天你們老人會踏進棺材換我們年輕人出頭啊 那換我們年輕人出頭的時候你們還滾得動嗎? 你們也管不動你們踏心棺材也拿我們沒辦法啊 你們就一天就只覺得說反正你們的政權優先你們政權重要 奇怪了他媽你們國民非黨全國就是外省之位 那我們臺灣為什麼要被外省出來綁架?為什麼要被外省出來給統治呢? 我們臺灣就是臺灣我們現在做什麼事情 全部就是要用我們臺灣的這個點 從我們這國家來去看這個世界 我管你說什麼今天渣邊老愛渣邊 國父孫中山先生 尋考 來大家看好這個姑媽 這個姑媽看好清楚 這個姑媽很重要 誰管你啊? 你拿那個來跟我講我會有什麼感覺嗎? 我管你什麼?誰管你什麼?那國父孫中山 我今天我他媽我活著我覺得我喜歡做我快樂的事情 我去打電動我去健身我去胡亂那個 我去逛街吃飯我爽 我管他以前那過去怎麼樣?過去怎麼樣影響得了我怎麼樣嗎? 正要以後吧 然後國民肥黨 國民肥黨就是整個整個就是像那些死肥仔一樣 一天大晚就是在那個PTT的八卦本在那邊靠餐說什麼 啊那個女生齁 那個為什麼齁都不嫁臺灣的男生啊 啊然後那個那個臺灣女生好可惡 那你們怎麼不檢討一下說你們為什麼都沒有進步 思想思維都沒有進步 而是一直在那邊檢討人家對的人 只會檢討人家對的人 而不是檢討你們自己 啊整個問題點全部的問題點就是出在國民黨身上 不檢討國民黨不然還要檢討誰 全部每天每天每天疲勞瘋炸大家 無聊死了就有過無聊一天 一天到那邊什麼蘇貞昌什麼時候要下台啦 什麼那個還用算命的去算說蘇貞昌什麼時候下台 不然就是那邊那個分析啊什麼蔡英文什麼時候會跺腳啊 你他媽這些事情有很重要嗎 怎麼不來關心一下說我們臺灣的那個國軍到建軍的進度如何 怎麼趕快關心一下說我們要如何去防止阿貢 就防止那個解尿軍 就防止那個芝那韭菜果來滲透我們臺灣 不是去關心這些東西 而反而是去關心說阿那個蔡英文什麼時候下台 蘇貞昌什麼下台有沒有像一個很涼泡那種 那個三菇六婆很涼泡 然後或者是像那些高中女生一樣很涼泡 上體育課的時候不上體育課 然後就坐在旁邊穿那邊 啊啦啦那個哎呀討厭啊那個小美 我家那個頭髮粉炒了啊 啊那個哎呀我那個內衣穿什麼顏色啦 我家內褲穿什麼顏色啦 你他媽的國民非黨就不能幹一點比較man的事情是不是 還是說你們國民非黨整全部的膽教都全部都揚尾都縮起來了 沒有一個懶教是硬的 都只會就是只會去八卦別人都不會去想辦法說讓自己強壯 茁壯然後都專門只會在那邊做這種扯臺灣後腿的事情 然後就像今天我整個講回來 我不知道說說真的那個歷史課本實在一點根本就是芝麻綠豆大事情根本對我們來說也不痛不癢也沒有影響什麼 改了就改了嘛 不然是要怎樣 然後這樣子也可以弄成一則新聞 弄成一則新聞好啊愛嘴就大家來嘴嘛 愛嘴就大家來嘴來啊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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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就來來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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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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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不关心一下说我们台湾身处的一个现况要怎么去改善 如果去关心一下说我们要怎么充实我们台湾的国防怎么样加强我们的国力 怎么样让我们台湾在国际地位上不会被人家瞧不起 要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国际地位这才是应该身为说我们台湾人应该要做的 结果你们没有就是扯台湾的后腿扯台湾的后腿 现在防疫期间一天大人一下在那边吵什么普筛啊一下要吵什么乱吵什么隔离的事情 又要吵什么小民啊然后又要吵疫苗啊 然后一天大人就是吵这个吵那个 我都实在说我都实在很想讲说我今天有时候真的都实在是很不想看新闻 每天每天一点开新闻就是你们这些无聊的新闻 一下说什么疫苗无效啊 一下在那边盖什么疫苗啊 一下在那边盖什么火塞啊 一下在那边盖什么莱猪啊 现在又凤梨啊 奇怪缺水的事情你们怎么不盖 啊缺水现在耽误自己要解决缺水事情 这些事情你们怎么不去关心一下怎么反正关心 那什么藻礁啦 什么挖个藻礁萊猪什么那个 那很重要吗 有很重要吗 那是你们的觉得啊 然后整个全部讲回来 我今天生的那个孙中山 孙中山他到底国父还不国父 他谁他我把他当作说 他就是一个历史人物这样子了解 哦就是这样 然后我继续吃喝玩乐 对我来说不痛不痒啊 那你们就莫名其妙嘛 是不是 有够无聊是不是 今天谁真的谁莫名其妙 孙中山先生他是国父还是什么 他还是什么 那个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尊公我今天我就讲句啦 最后就讲句最明白话 不知道孙中山是谁 不会死掉 可是他妈的不 你如果不去运动 从年轻的时候不去深蹲 不去练肌力 老的时候就这样一天到你跑神所 跑到你会死的 就是这样啊